来看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历经记者会上 有媒体问中方是否担心 疫情影响外资企业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阶段性的 暂时性的 中国政府在提振经济方面 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和回旋余地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我们有信心完成既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耿爽表示 当前中方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正在取得成效 政府也在积极支持和推动 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 中方正在有针对性的协调解决外资企业 在投资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影响 近期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许多外资企业表示 相信中国一定能很快战胜困难 继续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疫情没有影响他们在中国投资经营的决心和信心 美国知名制造企业霍尼维尔中国公司负责人表示 该公司在中国的21家工厂已经有18家全面复工 另外三家部分复工 美国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福特中国公司负责人表示 中国庞大的市场刚性需求还在 福特对中国未来发展信心满满 耿爽强调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高度融合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就是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 疫情当前 帮助中国就是帮助世界 当务之急 国际社会应当团结协作 共同战胜疫情 尽快恢复国家间的正常交往与合作 为国际经贸活动的正常开展和世界经济稳定增长 提供有力支撑 创造便利条件